记者蔡江胜清竹报道,国立交通大学今欢庆创校122周年即在台建校60周年校庆,校长张茂中表示,一家子以来,交大培育的优秀校友在各产业成为一流的领航者,创造出许多成就与奇迹,期许交大人携手同行将交大推上另一个高峰。 交大在台建校60年来培育9万多名优秀校友,在全球通讯、电子、IT产业、半导体、IC设计、文化领域皆创造许多成就。 今年颁赠10名杰出校友,包括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电机西里金钟教授,锐域半导体研发中心林营西副总经理,交通部企闻中常务次长,原泰科技科副人董事长,洪正次动科技陈上仁副董事长,精裁科技陈家乡董事长, Lan Research软体和控制工程部黄中和副总裁TrendNet Inc.黄培成执行长,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天工计划主持人黄嘉玲, Fanok产品研发部门蔡奇跟副总裁。 特别的是,今年校友会举办交大爱相随,签手见证一甲子活动,颁发证书给60对交大校友夫妻,在交大相识,相恋的学长姐让交大见证了爱情发酵的时刻, 今日学长姐携手返校见证交大迈入甲子年,别具异议。 今年交大启动自行设计控制系统的大型无人飞船,彩绘着INCTU的飞船在空中飘扬,吸引众人物。 光水中无人艇则在竹湖面上展示中,未来两项装置将作为校内研究及教学之用。